大家好 我是云恩 我是小刘 今天我们在刘寿都滑雪 三天三夜 跟着我们的视频一起逛刘寿都吧 这有个摩天文 羊皮山 洞铁湖 这边可以看到羊皮山 还有烘干鸡 厨房 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 在日本学厂自己做上饭了 好多豆腐 所以我把钱放在学厂给他 面具地找着 一直在帮着铃铁铁 不可做过的环节 刷干净 却蟹腿 买点酱油 绝了绝了 来给艺人炸小鸡了 来给艺人炸小鸡 我们到这个酒店了 我们现在check in 但是他房间还没有ready 所以我们就酒店里面逛一逛 这里有一个bagocafe 我们点了一个BOT bagel 一个抹茶辣椿 一个冰激凌 还有个饭团 随便吃一吃 然后晚饭来吃好吃的 他这个做的真的超级烫 这个BOT真的超级好吃 酒店lobby在二层 往边上走 这里就是他的Ski Locker 没有加热的 不像Hapacalla 在那个那么豪华 但是空间感觉也是够的 它这个是个密码锁 每次都要设一次密码 设好密码 然后它就归零了 输入密码才能打开 这里每一排都是Locker 这个Locker是他们Penhouse的 好大 Ski Locker出来就是户外 那边过去就是他的雪场的Lift了 可以从这里穿上摆 然后拔过去 这是用来干嘛的 刷雪的吗 现在有小刘给大家做一下 我们在刘寿都这家酒店 The Bell Rusutu Room Tour 我们订的是 One Bedroom Suite的房型 500多美元以外 是在City Travel的网站上订的 它有一个10%返点的优惠 City还有每年100块钱的Credit 撞回了不小的羊毛 换算下来 我们可能每晚用了400多美元 觉得还挺划算 特别是现在是个旺季 进门 右边是衣柜 我们已经把我的衣服都挂上去 原来运动 那边还有一个吸尘器 进门右手边呢 它的卫生间 它这个水池好小啊 超级迷你一个 牙刷牙膏 Shaving Kit 梳子 浴帽 发圈 脸签 这里有个body lotion face and hand soap 下面是一些毛巾和吹风机 来看一下这个吹风机松下的 看起来行 一个棉质麻洞啊 它没有感应的 就是一个淋浴间啦 洗护用品跟刚刚洗手的那个是一样的 这个牌子 杏仁味的沐浴乳 薰衣草味的conditioner 也是杏仁味的沐浴乳 在这里可以看到洗衣机 还有烘干机 特别适合伐血什么的 因为你每天有那些base layer 什么洗满了你的汗臭 每天晚上把它洗一洗 我觉得还是特别方便的 现在换衣员给大家来介绍厨房 有一大一小两个电磁炉炉灶 这个让我特别想到 我们当时去Whistler住的那个Westin 也是有一个小的厨房 这个setup都很像很像 上面有油烟机 美国的那个厨房是没有什么油烟机的 一步到这儿 这个是一个大水池 咖啡机 刀具 还有剪刀 Nespresso 然后这边给了两个西兰红茶 煎茶的绿茶 微波炉你可以买那个熟食 直接热一下也可以吃 这边是冰箱有冷藏冷冻 冷冻是个抽屉 洗碗机 它是那种抽屉式的洗碗机 不能洗太多 但是完全够了 给了salt and pepper 就是让你做一些最基本的调味 这边是它的那个垃圾桶 food waste 还有就是plastic and burnable 然后这个是recycle 这边有超级多柜子 里面全都是它给的那个餐具什么的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这边有玻璃杯 一整套陶瓷餐具 还有杯子什么的 还给了法压壶 这是茶具 所有的刀叉勺子 两杯筷子都有 都是两人份的 开瓶器 然后饭勺什么的 电饭煲 然后吐司机 还有个烧水壶 水池下面 还有个超级好利用的一个空间 厨房纸 吸泊纸和保鲜膜 洗碗液 洗碗海绵 洗碗剂 然后砧板 有两个不锈光锅和一个炒锅 总来说它这个厨房就是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就什么都有 就是让我非常有做饭的欲望 尤其是在日本 还没有住过这种酒店式公寓 我每次去逛日本 超市都觉得 这个好好 那个好好都想买 但是我们却只能吃餐厅的饭 我们就应该自己住六天 什么派遇海啊 Niseko 真是的 气死我了 现在我们来到了它的客厅区域 一张餐桌 两个椅子 一个沙发 两个人可以坐在这边看电视 然后这里有一个沙发 它这个客厅在日本的酒店算大的了 起码可以把你大的行李箱给摊开 这里面就是它的卧室啦 预定酒店的时候失误了 订到了两张小床 订这个酒店的时候已经有点晚了嘛 房心已经很少了 它这个床也是一贯的日本床 非常的硬 应该能睡个好觉 床头就是直钟表 把控器一个电话 惊奇的是它这里竟然有USB接口 其实整个乌苏图滑雪场这边呢 有三家大酒店 乌苏图resort 威斯汀 还有一家就是我们现在住的 Vale 乌苏图 这家酒店呢 是这三家酒店里面最新的 四年前还是五年前刚建的 卧室和客厅也是可以隔断的 有一个拉门 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拉上 比较安静 还有另外一个衣橱 加湿器 然后上面还有一些备用的被子什么的 现在给大家说一下 这家酒店式公寓跟一般酒店的区别 首先呢 它不是24小时服务的 早上7点到晚上10点是有人随着随到 之后的话 你就只能打电话给Emergency Line 两天一次来打扫 换毛巾丢垃圾什么 check-in和check-out的hour是完全固定的 不可能有latecheck-out什么的 早上10点check-out 下午3点入住这样子 每个房间都是有它自己的主人的 因为这个酒店它算是一个residency program 所以说你在这个房间里 用坏什么东西都要对这个房主负责 对它赔钱 每个房间呢 都有自己的ski locker在二层 check-in的时候 前台就会给你这个早餐券 早餐呢 会有在四个餐厅提供 德式的早餐叫Octoberfest 有一家Japanese style的 一家Chinese style的 sandwich 两家是餐厅要你点餐的 另外两家是buffet 这就是这个酒店的介绍了 我们接下来还要在刘寿都划两天雪 可以的就这样 我们的房间在三楼 现在去rental到一楼去 这家酒店的一楼 连着resource resort的六楼 这边就是rental的地方 酒店里有好多个rental station 这个是离我们房间最近的 他们这个rental是四点以后 你就可以来pick up 如果你想要来划个夜场的话 还是可以多划个夜场 这个地方空间特别小 一个很狭小的走道 然后只有两个工作人员 这是我的板 160的长度 他们持有150 155 160 size非常limit 你要看啊 Chile Chile 偷地雷去了 一圆这个L的头 大钩 这边就是它的hompson 南汤 前面是女汤 带房卡才能进去 现在在resource resort的这边 他们这个房门走道 感觉就有点年纪了 错终复杂的 north wing south wing 还有highland lodge 好多辆不同的电梯 你要去不同的楼层 还要搭不同的电梯 特别麻烦 一楼这里有好多商店 这里有一个旋转木马 有个game room游戏厅 还有地下一层 太大了 还有拍大房间的地方 这边还可以直接披除 这是什么滤镜 什么美 这里感觉像一个超级大的城市 屋内城的感觉 四东八达 所有的东西都连着 前面有港多辣 像有日落好美 耳朵冻掉了 最后把全帽子让给他了 我这个外套里还有个帽子 我们现在就已经到这里店 看到了这个菇物 我们拿了一个牛肉的 还有海鲜的 然后各种拉面 熟食乌冬面饺子 两只小老鼠吊进米缸里了 什么都想买 这个炸鸡是胡椒味的有点辣 挺好吃的 超市回来的战利品 有水果 生肉 这个是一个牛肉锅 我们打算跟这个肉一起煮 还有蔬菜 鱼饼吧 冷冻的烤鸡 猪排饭 那个零食超开心的 还有水饮料什么的甜品 超级香 没想到在日本学厂自己做上饭了 这就是汤乌冬的底下 然后有一堆肉 我过这个长长的走房 去另外一个resort 已经走了5分钟了 还没有走到重点 就是这家店 Octoberfest 这里面是buffet 这边是沙拉 这生鸡蛋 这边是现邦饭团 一员来做一个炒泡饭 这边还有一个水果的区域 咖喱 粥 甜点 现做的toast 鸡蛋 这也是可以做buff的 一员做buff 小刘喜欢的就是这样的酥 第一轮就拿了这么多 他们这里东西种类还是挺多的 空间也不是特别大 人特别多 大家可以早点来吧 7点半之前到就好 跟玉米浓汤好好喝呀 褒和那个茶泡饭都很好吃 但是大家要趁热吃哦 来这个门口这里买票 其实网上也可以买票 但是他网上不能买多日的票 我们准备买两天的票 比一天一天买 能省下4000日元 我们现在穿完装备 准备去滑雪了 我拔一人比我快 他肯定板子打蜡了 这边好像是学校在上课 我们穿了一样的衣服一样的板 现在在那个缆车里 这缆车看起来就很旧 还有壳都发黄了 哇 这视野好开阔啊 宙都雪场一共有三座雪山 一个是West Mountain 一个是East Mountain 还有一个是Mountain Isola 然后它三个Mountain 和Misico一样 也是三个雪场能在一起汇合 West Mountain这里先热个身 接下来就会去East Mountain和Isola那边 现在来这边坐港多拉区 East Mountain 面举的小球 港多拉里面这个玻璃 已经被划得不成样子了 像打了马赛克一样 外面就是马路 好酷啊 这是威斯丁酒店 那边就是我们来的那个酒店 给大家看一下 刘寿都雪场的地图 这边是它的West Mountain西山 我们的酒店也在这一块 我们刚刚做的是 West No.2 Quad Chairlift 在这边划了两趟 划到了这个East No.1 Quad Chairlift 这样坐刮车出来 就到East Mountain的山脚下了 等一下会坐East Gondola 上到山顶 它这个没有划出来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这个地图已经很久了 然后到山顶 划划划划划一小段 切过来 就切到了Isola山这边 然后这样划下来 就到了Isola山脚 就可以坐这个Isola Quad Chairlift 再上去上到Isola山顶 看风景 再划下来 这里就有个Cafe Steam Ball 我们中午早上就到那吃饭了 刚刚从这个港东拉下来 然后换这个港东拉 去East Mountain山顶 哇 这里出来风景好棒 East Mountain顶上 现在已经划到Isola的山脚下 坐着他们的Isola刚多拉 到Isola山的山顶 来北海道拓久 终于见到抛灯了 那边就是阳堤山 被云遮住了 这个就是洞野湖 这里就可以看到雪中 这里就可以看到蜜蜒 这里可以看到小猪 吃饭鸨 就这条道跟它的名字一模一样 风景的确特别旺 因为它到的另外一边就是山和湖 雪道也是特别的宽 所以滑起来特别爽 我感觉刘寿都雪场 我们滑过的每一条雪道都特别宽特别长 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刻滑的人在这里 12点半了现在来吃饭 我们在spinboard下面 这里有炸鸡和薯条 然后这边是蛋包饭 炸鸡咖喱 蛋包饭 炸鸡咖喱 来一口味咖喱 还可以 看这一勺 超棒 挺好吃的 比较重合 很适合滑雪吃 每天不可错过的环节 冰淇淋 他们这边冰淇淋好吃吗 艺人有点失望的感觉 给大家提供几个背景知识 刘寿都雪场是 北海道拥有最多trail的雪场 37个 也是所有的trail加起来总长度最长的 42公里 运载能力也是北海道最强的 每个小时能运载3万人 这个雪场总共有4座港兜拉 7座4人缆车和4座2人缆车 号称北海道最大的雪场 吃完饭 阳堤山就露出来了 早上那坨已经消散掉了 现在能看到阳堤山了 下午3点 我们在宇佐拉的山顶 现在要回酒店了 带大家一路回西山那边 现在坐卵车回家了 所以直接滑回酒店 在白鲁十字的路标 终于要回酒店了 滑了一天好累呀 今天小刘让我逛遍了全山 做遍了所有的累 这晚上的雪刷干净 看上去冰了 还有一个刷牙 我们快速洗了个澡 过来吃这家Octoberfest Buffet 跟早餐是同一个地方 时间到了 入场了 第一波顶门吃饭 雪蟹腿 弄一个蘸酱 这个是蟹醋 这边还有吃螃蟹的工具 太贴心了 这一块是海鲜饭 三碗鱼籽 那我一点点 三碗鱼籽 够吗 够 够 我来点酱油 这边还有拉面 这个有烤蟹腿 然后还有扇贝 哇这个太棒了 还有螺肉 还挺不错的 比我想象中好 滑完学以后 来这么一顿自助餐太棒了 看 这个蟹腿 大家看一下这一盘 蟹腿 甜香三文鱼 绝了绝了 还有冰激凌 超棒 又拿了一个哈密瓜味了 嗯 这个好吃 这个是弄很清新的那种 饭喉运动 我们来这个酒店下面的游戏厅来玩一玩 现在来给艺员抓手机了 把愤恨都发泄在这个上面了 今天老上来吃另外一家餐厅 叫雪花亭 他们家的早餐是定式的 全部搭配好给你上上来 味噌汤 一碗米饭 几个小菜 一个鱼 绿子烧 然后这个是蔬菜 这个一个小汤 这也是一些蔬菜 感觉东西好少啊 不一定吃得饱 总的来说我觉得他们家一般般 没有前一天吃的那个饱饭好吃 明天应该不会吃这个了 马上好 今天是我们在刘州渡化学第二天 刚刚误打误撞从那条黑道下来了 这下面看起来这么陡 哇 这有个摩天轮 今天还是去East Mountain Eazola里面划 但是今天排这个港多拉的人好多 刚刚暖身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 那条黑道雪比较软松 到East Mountain了 其实从East Mountain到Eazola山 有两个路可以走 一个是像我们昨天那样做East No.2 港多拉 还有一个就是在它港多拉对面 做这个Lift也可以去Eazola山 我们现在在Eazola的山顶了 今天天气超级好 那边就是阳堤山 那边就是洞野湖 今天这个湖的全貌都能看到 我们刚刚坐East No.4 Trail Lift上来 现在要走Sola山上最长最长的Trail 叫East No.3 长3.4公里 OK 那我们现在出发吧 回来跟拍小刘 然后在这个里面 就是因了 可遍 这两个里面 是估计的 刚才四英诊 两个里面 我一架 就还有 我可以 那边 嗨 嗨 今天换个食堂吃,有卖拉面,还有寿司,这是什么大包,这边是鸡肉饭,鸡肉饭,这边还有海军送,这些东西加起来要4100元,就是大概30美元吧 鸡肉汤咖喱,上面有个大块的鸡肉,一个温泉蛋,然后就是配汤咖喱的米饭,就是小油的猪排饭,买点了一个冰拿铁 每天滑雪最开心的就是吃饭了,对了我们要抄这个温泉蛋,哇,好棒 每天滑雪不可错过的环节,冰激凌饮员吃的这么开心 吃满饭,我们又到宇宙了山顶,饮员刚刚都快睡着了,带大家走一下晴天的heavenly view 走吧 嗯 嗯 嗯 好累啊 回东山了 今天可以看到洋鸡山 今天的时候一定要来坐这个缆车 超级漂亮 这个缆车还会往下走的 大家有没有见过 你见过吗 没见过 你是谁 我是林娜费员 结束一天滑雪 我们终于回到酒店了 为期五天的拉链 终于结束了 天来拉链 来吃这家最远最远最远的餐厅 最酒屋 就是要走过滑雪学校 一直穿过来 到酒店的另外一端才能到 叫卡卡西 它脱鞋是吗 把鞋子放在这一个locker里 我们坐在了这个下沉的榻榻米 我们的牛肉锅上了 看看我们的牛肉 点了海胆 还有三文鱼 然后这个是豆腐 你吃个三文鱼 太好吃了 吃饱饱啦 两个人吃了15000 比昨天自助餐还贵 东西还没有昨天自助餐多 好吃程度的时候OK的 之前给小王叔上大家分享过 我们当时打包的过程 可以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回去是怎么打包的 如果不打包的话我们的箱子就要被塞爆了 它体积真的有点大 这样一袋就好了 首先要把它包的比这个整个宽度的窄一些 要放的平准一些 然后不能超过这条线 撕到这条线 弄好之后风口给它抽气就可以 我们在大家公园里发现了这个吸尘器 全然白打了真是 来一看它有威力多猛 OK 变成了一块饼干 每边两块饼干 然后多余的空间 我们就去塞护具什么的 就打包好了 这是我们的大巴车 去机场的 然后行李就放这儿 希望大家喜欢这个Vlog 记得点赞关注评论哦 如果要去二十股滑雪的朋友 也可以看我们前面和去年二十股 Pak Hayani Circle的羊毛行程 OK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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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